大家好,我是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外婆是亲母 牧师母你的最新后续 首先是外婆是亲母事件 将三岁小女孩自己一个人放置在家中六个月 导致XX的亲母 本来以为是亲母 但后来发现是亲姐姐的金某 6月3号被韩国法院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 法院表示 29个月大的孩子在炎热的夏天 自己一个人在家中 没能喝到一口水而XX了 在这过程中 受害者受到的痛苦简直是无法想象 但是考虑到被告人的年龄以及是出犯 因此决定了这个量刑 真的是败类 怎么能对那么小的孩子那样呢 然后怎么才20年 应该要无期徒刑吧 不能就直接送到孤儿院吗 为什么要放置不理呢 22岁的话应该不会不懂事啊 这年龄跟懂不懂事真的是没有关系 就是说42岁就能出院了 司法部解散吧你们 那亲母师某呢 对师某 在多次的DNA结果 也死不承认生过孩子的外婆师某 在5月11号二审公判的时候也说过 可以认同DNA的结果是我的孩子 但是我没有生过孩子 经典台词的师某 目前虽然警方还没有查到 师某换掉的女儿 金某生下的孩子 也就是现在消失的孙女的下落 但是找到了2017年到2018年 师某在怀孕当时使用的两个手机 警方期待能透过电脑监视 找到有关孩子的下落 在证据前面也一直否认得很多女人 孩子到底是藏到哪里去了 这妈跟女儿都是一个德性 只有离开的孩子最可怜 会不会是帮一个高层人士代替生了孩子呢 要不然能这么找不到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牧师母你的最新后续 在上次的影片里我们有看到 很多网友们查到了 牧师女儿有经营一个卖手工鞋的网店 而网店里的商品是盗用了迪士尼的著作权 甚至连介绍也写的米奇什么什么什么 小熊威尼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有网友整理成英文后 向美国迪士尼本公司举报了这件事情 然后在昨天 这位网友收到了迪士尼公司的回信 感谢您的告知 我们会强力保护我们的知识财产权 对于侵权举报我们会严肃的接受 但是我们会进行秘密调查的 后来也有人发现到 迪士尼的韩国内法律代理人士 Kimianjang法律事务所 Kimianjang 在韩国被称为是法律界的三系 韩国最大的法律事务所 所以就有网友也向Kimianjang举报了 牧师女儿侵权的事情 以下是Kimianjang的回复 迪士尼对于知识财产权权 一直都有境外汪医师的努力 我们会认真地调查您的举报 之后如果也发现到相关事项的话 请直接有以下的邮箱举报 我们会进行秘密调查 举报人的身份是不会被泄露的 其实这内容跟迪士尼的回复是差不多的 很注重知识财产权会秘密调查 对于这个部分 有部分网友们认为 这只是官方敷衍的应付回答而已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想要敷衍的话根本就不会回复 而迪士尼对于侵权真的不是开玩笑 所以在网络上也有 如果想从无人岛逃出的话 只要在沙滩画个米老鼠 迪士尼就会来找你的对视传说 所以网友们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我会继续跟踪这件事情的后续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太巧了吧 跟6年前一样的2PM EXO 17的回归时期 2015年5月29号 Seventy 以Akinda 6月3号 EXO 以Lunmi Ride 6月14号 2PM 以无敌劫 在同一个时期的6月份 进行打歌活动的三个组合 6年后的2021年 EXO 以Don't Fight The Feeling Seventy 以Your Choice 2PM 以Must 又在6月碰面了 当然虽然不是说连日期都一模一样 但是也觉得非常巧 希望 EXO 17 2PM 都能拿下后成绩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